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婷 川津会结束一个多月了 但朝鲜非核化 却始终没有明显进展 回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峰会结束后的隔天 就对外表示 大部分的去核任务 会在川普任期前完成 但川普昨天却表示 当初与金正恩签署的文件 并没有设下实现 显然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 热切握手耐心倾听 美朝峰会在6月12号顺利举办 两国领导人会后签署协议文件 内容谈的就是朝鲜非核化 但一直到一个多月后的现在 平壤的去核化进展仍然停滞不前 甚至屡屡传出相关设备秘密升级的传闻 为了澄清外界的质疑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也表示 根据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文件 两人并未针对非核化设下实现 因此目前并不急着要求平壤 不过他也强调相关的讨论一直都在顺利进行中 川普此番表态跟他先前的说法大不相同 法广整理川金会当天 川普表示去核化将很快开始 一个多礼拜之后 川普甚至夸口 其实去核化已经开始 对比现在 川普强调双方并未设下去核实现 说法转变之大 也不禁让人怀疑 川普是在为了自己找台阶下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川普强调双方并未设下